田北俊議員 特首早晨 你好 行政長官你昨天在施政報告上 有些事情說了很多 有些事情沒有說 所以我昨晚在Facebook 就發了一件差不多的事情 特首在施政報告上提了一帶一路 42次 但李波就一次都不提 接著我說 讓我有機會先問特首 結果百萬多人Reach 有2700個like 200個comment 很多人都說 展紹 你不問是正衰仔 說我 現在我不問也不行 行政長官 李波的事件雖然是個別事件 但我覺得李波事件 引致到底是否公安內地 可以來香港執法 而更加高層次的 就是這麼多年來 我覺得最維護香港的高度支持 一國兩制其實是中央政府 老實說公安上來抓人 不如美國的警察也可以去蘇聯抓人 蘇聯的警察也可以去美國抓人 他過來是很容易的 但這麼多年來沒有這個事情發生 我覺得一定是中央 很維持 堅持我們這個一國兩制 但現在社會上 不只是他們 反對派是否也會吵 但很多市民 網民 包括我們的朋友 都覺得 如果公安是可以抓人 是否基本上 中央對香港的理念 一國兩制高度支持 有否改變 我希望不是 所以特首 我覺得你真是唯一 在香港 中央由任命你 香港也有千億人選你 張曉明主任認為你很超然 只有你可以 去問一問北京政府 主席我司令我現在問了 我想問問行政長官 如果你問的話 我覺得香港一定是有好處的 市民 會很欣賞你去問 就算你問不到結果 你也要盡量去問一問 到底這件事 除了個別的理波事件 到底公安來香港的問題 和一國兩制的問題 所以我想問行政長官 你會不會盡快 我不知道你是自己飛上北京 還是用電話 和中央領導通過電話 去問清問楚 這個理波的事件 和香港人作為答覆 以釋出我們的疑慮 行政長官 主席 理波先生的事件 我和特區政府十分重視 我和特區政府的官員 包括我們的律政司司長 保安局局長 處理保安局局長 在過去十幾天 自從收到理波太太報案之後 我們多次公開申明特區政府 在一國兩制 港人自港 高度自治底下的立場 我十二月三十一號 接近半夜 結束休假回到香港 一月一號 李波太太報案 一月二號 早上 我打電話給處理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先生 當日 也就是一月二號的下午 我請李家超處理局長到禮賓府 和他了解情況 跟著一月四號 我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申明我剛才所講的立場 我們重視這件事 因為書上有個說法 說李波先生 是由於被內地來香港執法人員 執法被帶走的 因此由於這個說法 我們要回應 我們非常重視這個說法 我公開講過 我在這裡再申明一次 如果有外地的 無論是中國內地的 或者剛才田北俊議員 你講的 外國的執法人員 在香港執法的話 根據香港的法律 包括基本法 是不能接受的 就這件事 我的關注 特區政府的關注 和香港社會的關注 我已經向內地多層級的 和多方面的 不只是一個層級的問題 和各方面的問題 去了解這件事件 表達我們的關注 田北俊議員 特首 我覺得有些事情 是做過過程 香港市民可能是看不到 或者聽不到 你先說那一套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自己 特意去一次北京 盡量要求見到最高的領導 去問一下這個問題 無論答案是怎樣 我相信 你都會得到市民支持的 所以我想請你考慮一下 是否值得 不是透過保安局局長 不是透過打電話 這樣的形式 去處理這件事 主席 我個人非常重視這件事 我會用一切可行 而且有效的辦法 可行 而且有效的辦法 去了解這件事 和解決這件事 我在此再補充一下 雖然李波太太 她已經向警方燒案 但是警方會繼續偵查這件案 大家在過去幾天 也都看到有關警方辦案的報道 而警方兩、三日前 也都設立了專門的熱線 請大家如果有任何資料 或者線索可以提供的話 請他們和警方聯絡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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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